60岁女郎带着客人到宾馆洗完澡后 关掉照明灯屋内瞬间变成暧昧的红色 两人便开始了交易 你敢相信 女人素英已经年过60了 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被迫做过杨公主 说直白就是历史上美国驻军的军纪 如今已是半截入土的年龄 可素英膝下无子 没人给她养老 也没有退休金 为了维持生计 她只能作战街女 和同行一样 整天在公园的鸡脚嘎拉里游荡 看到路过的老大爷 就会上前询问谈不谈恋爱 可别看素英人老朱黄 但是技术在业内杠杠的 而且价格不贵 素英每次只要200块钱 而且孩子掏腰包50块钱订房 性价比在业内排低 导致素英成了圈内头牌 一时间名气飙升 客人源源不断 可好景不长 素英很快就得了STD 这对于以身体交易 维持生计的她来说 无疑是把路风死了 没办法 素英只能暂时以来立价为由 以其他形式伺候客人们 就在这天 素英遇到了一个流浪街头的小男孩 自己临过雨 所以想给别人撑伞 素英决定把男孩带回家 不仅帮他处理伤口 还收养了他 但是素英白天要去接客 总不能带着个孩子 于是便托付给了房东 或者是邻居帮忙照看一下 如果遇到都没人帮忙的情况 他就只能带孩子一起接客了 要营业的时候 就把男孩放在了前台 可就在这天 素英遇到了一个拍纪录片的导演 他假装成为客人 等被素英带到宾馆后 拿摄像机偷拍他 素英立马回绝 这无疑会导致他不会再有客人 那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断了 可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同行把素英得病的事情说了出去 导致没有客人愿意被他接待 即便素英到更远的地方找客人 得来的全是冷嘲热讽 然而素英在这天 遇到了曾经的老主顾 素英从他这得知 昔日的一群好友 如今都排队准备进棺材了 里面就包括对素英照顾有家的老王 如今中风待在疗养院里 素英来探望他 发现曾经总是一身西装打扮帅气的小伙子 如今却变成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头 虽然老王儿孙满堂 可他们很少回来探望 而且因为身上的异味 儿孙们都嫌弃 儿女也对他不管不顾 直接扔给疗养院 没人在意老王浑身疼痛 生不如死 家人对他的冷漠 更让他没有活下去的念头 可最难受的是 老王连自我了断也无法做到 他哭着求素英帮他解脱 到了晚上 素英怎么也睡不着 他很明白 让老王解脱的唯一办法就是升天 女人不停往好友嘴里灌农药 浑身颤抖 眼泪止不住地掉 渐渐地 老王的呼吸停止了 没有任何动静下离开了人世 他终于解脱了 素英并没有考虑过后果会怎样 他只是想帮助 曾经对他好的老王脱离苦海 这也是老王的心愿 在这个对老年人极其不友好的社会里 素英总想着自己淋过雨 也要给别人打伞 完成他们的心愿帮忙解脱 在这之后 素英继续做着战阶女的生意维持生计 之前拍纪录片的导演又找上了她 真心想拍一部战阶女生活的视频 素英为了保住饭碗 依旧选择拒绝 因为在众人面前曝光隐私就接不了课了 可导演百般纠缠不断求她 素英于心不忍 虽然不是讲述战阶女的日常 但是把自己的故事面对镜头叙述出来 拍摄结束后 导演给了她一笔辛苦费 素英两眼冒光 毫不客气地收下了 随后拿着还没午热的钱 买了一份炸鸡给收养的男孩 没过多久 老主顾找到了素英 正是来和她聊老王突然离世的事情 可即便如此 老王的儿女对此却并不感觉奇怪 反而草草了事 尸检也不做 像是早就想抛弃老王 不免让人感到心寒 素英听后 和老主顾坦白 其实是她把老王送走的 老王一直生不如死 连自我了断都没法做到 无奈之下让她帮忙解脱 老主顾得知后 却没有流露出惊讶的神情 因为在她看来 老王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死亡 活着只会备受煎熬 说到痛苦的好友 老主顾想起了老李 她如今老年痴呆无人问津 和老王一样的痛不欲生 老主顾希望素英可以帮老李解脱 让她脱离这个痛苦的世界 素英哪下的去手 再说了 老主顾想帮怎么不自己动手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可当素英面对老李让人痛心的样子后 还是答应了下来 到了第二天 三人爬上了山顶 他们一起坐了好久好久 随着老李点了支烟 对老主顾点了下头以示告别 老主顾立马心领神会 沉重地下了山 等到老李把烟抽完 起身走到了悬崖边 对素英表示可以动手了 随后低头看着悬崖底下 丝毫不畏惧 素英眼睛一闭 轻轻地推了一下老李的后背 就这样把她送走了 只有老主顾知道素英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没人知道 原本以为不会再经历这种事情 日子应该会回归平静 可就在这天 老主顾订了一家豪华餐厅 把素英约来吃烛光晚餐 在旁人看来两人就像情侣一样 吃完饭后 老主顾带素英来到了五星级酒店 这几乎榨干了她的钱包 老主顾的经济来源就是平时送快递 可如今妻儿都已经不在这个世上 只留下自己苟延残喘 除了痛苦以外 只有无尽的孤独 她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决定靠自杀解脱 唯一的心愿就是 素英在身边陪着她 不要让她孤独地死去 男人准备和女人殉情 给了她几粒安眠药 剩下全到自己嘴里 可第二天素英便醒来了 老主顾却真的升天了 素英内心一阵凄凉 她把自己所有的好友都送走了 如今只剩下了自己 她沉重地离开了宾馆 走着走着便来到了一间寺庙 素英若有所思地走了进来 对着佛祖双手合十 祈祷她的好友们可以在天上无忧无虑 然而谁又能送她最后一程呢 素英明明自己还在淋雨 却把伞地给别人 她想添点香火钱 打开钱包却发现 老主顾居然把全部身家给了她 素英不仅没有高兴 反而神情凝重 给自己留了一点 剩下的都放进了功德香 素英也没把钱留给自己用 而是一部分拿去买玩具给收养的男孩 另一部分则是请帮助过自己的邻居 一起出门旅游 这一幕格外的温馨 不是家人却胜似家人 对于世人而言早就习以为常 可这是素英一生都期望却得不到的 大家一起吃饭 一起聊生活琐碎 素英好不容易感到开心 可就在这时 电视新闻里报道着一则杀人事件 受害者正是老主顾 显而易见 警方将老主顾自杀判定为他杀 素英却如梗在喉 只有他自己知道事情真相 可当时只有他在场 直接成了第一嫌疑人 警察很快就找到了他 他却不做任何解释 也没说出事情真相 明明无罪却认罪 再去往监狱的路上 素英向警察讨了一支烟 说他怕冷 能不能改成春天在坐牢 这自然是不能的 素英见警察无视了他 突然又转念一想 反正也没钱去养老院 坐牢还包吃包住 也不需要再做战监女生意东奔西跑 只希望冬天不要太冷就行 他这一生孤寂都没想到 自己最后的归宿居然是监狱 可是没人来送他最后一程 因为所有好友都已经走了 然而素英也没有舒坦几天 就去和好友们见面了 也从这片苦难的人世间解脱了 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 慈悲和智慧的象征 具有平等无私的广大悲愿 当众生遇到任何困难和苦痛 如能至诚称念观世音菩萨 就会得到菩萨的救护 素英从另一层面看 确实是九神小姐 亦或者是神女观音 可他普渡众生之后 谁人又可以度他到彼岸 李在荣导演的这部影片里 围绕着这样一个老年性工作者展开剧情 格局虽小但不局限 老龄化社会凸显的种种问题 边缘人努力求生的艰难 以及战后美军遗留给这个民族 无法愈合的伤口 素英作战街女生意 让很多老主顾都成了他的朋友 从而展现出诸多老龄化社会问题 确实让人会恐惧自己老了之后 会不会也是孤独一人 连自我了断的勇气 甚至是能力都没有 谁都不能抵御时间 我们终有变老的那天 一群被社会嫌弃的边缘人 只有彼此靠近取暖 变性人的屋檐下 残疾青年老年性工作者 捡回来的混血男孩 有一起吃雪糕走过街角的小温暖 有一起吃炸鸡的喜悦 有如同家人的短暂旅行 如果说经济德是残忍的 那李在荣则是棉里藏真的 带着点小细血 用冷静克制的镜头 让我们正视各种社会边缘问题 此世间 众生皆苦 佛说万事自有因果 魔术一切皆在我 怀着丢弃自己儿子的愧疚心态 把医生的混血撕生子带回去 不但要满足客人的遇害 还要不失客人想割舍虔诚的残忍 他自觉罪孽深重 去拜佛忏悔 不愿立地成佛 宁愿要走火入魔 所有人都如愿 可他的彼岸确实牢狱之灾 最后安静地死去 也许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